小猫 我们哪里能发现这个故障呢 是啊 谢谢你了 小猫咪 那菩萨的这个指挥当中啊 它也有这个蛇的这个成分 它也是无常的 它是无常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时候呢 菩萨的这个 私底当中的这个道和灭 苦极灭道的这个灭和道 还可以分开的 灭是什么呢 灭是如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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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道是什么呢 道是正无如来藏的这个 正无如来藏的这个指挥 这两个 那个时候呢 还可以分开 那个时候 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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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减少了 然后成佛的时候呢 成佛的时候啊 成佛的时候呢 道底跟灭底 就是完全一致了 这个时候就没有道底和灭底的分别 也没有 这个时候也没有这个常和无常的分别 这个时候佛的这个智慧 它完全是这个常永恒的 这个时候刚那个还没有成佛之前的 这个菩萨阶段的这个真无空性的这种 无常的这种部分呢 这个时候就已经消失了 所谓的融入也就是无常的部分就没有了 常的部分就留下来了 就是刚才我们讲 这狂无知的其他的这个狂无知 就加工了以后呢 就是没有取消了 然后就最后铜也好 黄金也好 最后它就留下来的就是这个 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但是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十地菩萨看一地菩萨的话 他能够看得出来一地菩萨的这个境界当中 就有还有这个湿的这个成分 意思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也就是还是在这个东摇 心还是在东摇 还不是完全平静 还是在东摇 佛经里面有一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很远的地方看大海 看大海的时候呢 大海就是一个很精致的 不懂的这样子 但是呢 到了旁边去看大海不是 不是这样子 就是从 从这个异地菩萨 从自己的这个 从自己的干手来看的话 就是像远处看大海一样 这个他的境界是非常稳定的 这样子的 但是呢 从上面的人往下看的话 他还是有东摇的 就是这样 这个是 这个是 直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的 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 这个 这个 狂石 里面有铜 但是呢 根本看不出来 外面看就是一个石头 这样子 我们现在 我们的任何一个念头 他的 本体是光明 他的本体是光明 他的本体是直 他的本体不是 是 他的本体是直 但是 根本就看不出来了 根本就看不出来 这个就是 像狂石的时候一样 然后就是 菩萨的时候呢 虽然是 经界 高一层次的经界 的人看 看得出来 这个还不是很稳定的 但是他自己 看起来 这个是很稳定的一样 那这个就是 这个 狂舞制 狂石 加工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表面上看起来 就是纯黄金 纯金 嗯 嗯 柔烟还看不出来 这里面有什么其他的成分 啊 但是 这个里面还是有其他的成分了 嗯 还是需要加工 啊 一样 这个是菩萨的阶段 嗯 然后成佛以后呢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 呃 这个无常的部分啊 或者是 是的这个部分 完全没有了 消失了啊 消失了 这个时候呢 那个黄金的这个纯度能够达到百分之一百啊那样子的那个时候 这个是佛的这个智慧 那从佛以后呢 佛的智慧以后呢 实际上就是啊 只有这个 只有灭的 不会有 不会有这个 只有灭的 啊 不会有道地 道是无常的啊 灭的是常的 这个大乘佛法里面都这么讲的 啊 然后从密法的这种 从密法的角度来讲呢 啊 这个我们也听过了啊 啊 这个母光明和自光明 它是用母和自 这两个来表达 母光明和自光明 母光明是什么呢 啊 母光明是 它是原有的这个智慧 原有的智慧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 自然智慧 这个佛教 这个 密法里面也 也也叫做这个自然智慧 它是 也就是如来藏 这是永远都是存在的 它永远都是存在的 嗯 这个叫做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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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尼 密尼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的 本心 这个是心的本心 然后 自光明是什么 自光明是我们现在的 正物叫做 自光明 我们现在凡夫人正物空性的 正物 这个境界 还有菩萨的正物的境界 都叫做 自光明 这个时候 母子还可以分开的 还是可以分 有分别 到了佛的时候 真正成佛的时候 成佛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叫做母子结合 融入一体 那个时候 母和子就没有分别了 这个时候就没有分别 这个时候就只有原来的 自然本质性的 广明 只有一个性的本心 广明 其他的都不存在了 也可以这样子说 这个 自然本质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基础 就是一个原意 就是一直都存在的 一个基础 然后呢 我们从无实依赖 我们就是迷惑了 从这个如来藏当中迷惑了 迷惑的时候呢 它从这个基础上 就产生了一种 这个分别链 产生了一种 这个分别链 然后呢 从无实依赖 这个到现在 我们没有 从来都没有去架工 它本来是一种 这个狂食 但是我们没有去架工 它永远都是一个这样子 它是 它永远都是 以这种状态 那自从学佛了 人是导性的 本性的 本性 开始修行的时候 我们就去开始加工了 开始加工 最后呢 它 最后呢 它还是融入 还是融入这个遗体 这个时候呢 什么样子呢 这个 如来藏 它就是一个平面的弦 它永远都是 始终都是存在的 那我们的年头啊 这个年头啊 当我们还没有 整物的时候 它是从这个 这个 这个平线上面 冒出来了一个年头 但是这个时候 是一个年头 是一个狂 这个狂食 它还不是智慧 通过加工 这个时候呢 然后就到了一地 或者是加行倒的时候呢 它就开始慢慢编成了 这个 这个 智慧了 然后最后 它又融入这个 这个平线 它就从这个线当中啊 它就冒出了一个 冒出了一种 这个 年头 然后最后又变成了 这个空心 石和直的这个差别 就是这样子啊 好了 先是 如来藏 那这个如来藏 它永远都是 没有任何东药 它一直都是一个 这个平线 然后呢 这个当中就 冒出了一个年头 就第一个年头 冒出来了 然后呢 就是出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轮回 啊 然后就通过 修心 啊 通过修行 啊 通过修心 把它转换为智慧了 转换为智慧 但是它还不是这个自然本质 它还不是自然本质 然后这个自然本质 修心的时候呢 它就是啊 逐渐逐渐的靠近这个啊 如来藏 靠近如来藏 最后成佛的时候 最后成佛的时候呢 啊 这个智慧 完全融入如来藏 完全就是融入了这个 自然本质 这个时候呢 自然本质跟这两个是没有任何的 这个差别啊 无而无必 啊 这个就是无而无必 啊 这叫做啊 母子光明的双云 啊 密法里面就是用这样子的字来 啊 表达 实际上这个就是啊 这个就是啊 他如来藏 是永远都是存在的啊 他不会有任何的动摇啊 这个哪怕是我们躲地狱的时候 地狱终身的行也是光明的啊 啊 然后就是啊 然后就是啊 然后就是到了施地菩萨的时候 他的心的本性也是也是光明的 他是永远都没有任何的这个任何的这个啊 东摇嗯 嗯 他因为我们啊 啊 就就这个极了福报以后呢 他会不会增长 他也不会懂啊 因为我们造业了以后呢 他会不会减少 他也不会懂 嗯 他没有增减啊 啊 没有这个生米 他永远都是这样子啊 那这个是啊 这个叫做自然本质 嗯 然后年头就是刚才刚刚讲的 这个当中就产生了一个轮回 然后加工了以后 修行了以后 就转换为智慧 这个智慧逐渐地靠近这个自然本质 最后就跟自然本质一体的时候呢 啊 这个叫做成佛 从此以后就没有这样子的差别 那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分别 从此以后就没有这样子的啊 没有也没有母子光明的这个差别 那也没有这个四地当中的道和灭的这个差别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啊 啊 智啊 智就是这样子 啊 这些都是跟我们的修行呢 也有很大的这个 也有很大的关系 这非常重要的 嗯 这个就是指 啊 那我们从这样子的话 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到啊 啊 真悟了 但是还是对这个啊 啊 真悟了以后呢 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啊 要去修行啊 要去修行 真悟了以后呢 我们我们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真悟了大院门啊 或者是真悟了这个禅宗的这个经济啊 民心坚信 嗯 但是呢 这个还是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智慧啊 就这是一个响识的智慧啊 这个是跟这个直比较接近的一个本来实际上是这个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啊 识嗯 然后呢 他跟这个他跟这个啊 他跟这个自然光明呢 这两个还是有还是有还是有啊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嗯 然后修行的时候呢 通过修行 然后他就慢慢的靠近这个自然本质 慢慢的靠近自然本质 那一地菩萨的这个啊 子光明跟母光明还是有很大的差别了 嗯 很大的差别啊 那就凡夫人就不用说 凡夫就不用说了 那啊 然后实际菩萨的还是有差别 但是差别不是很明显了 嗯 佛就是完全没有差别 哦 这样子 这个叫做直 智就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智 这个就是啊 巧诀派 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个是巧诀派的 这个分分分 这个分别的方法啊 后面的这些呢 就是一般的经书里面都会这样子讲啊 然后在我这个上面呢 加了一个比喻啊 这样子的 那这个叫做直啊 直和这个实啊 那我们为什么啊 那不不依实啊 为什么要依直呢 在修行的时候 在修行的时候啊 我们就不能修不能修这个啊 不能修年头 嗯 不能修这个实 要修智 嗯 但是这个是这个讲的是就最后的修行啊 最后的修行 修行也这样子可以分啊 我刚才这个智可以分成三种啊 同样的我们的这个修行也可以分这个三种啊 第一个是需要年头的部分 第一个是需要年头啊 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就是我们修家心的时候啊 修家心的时候呢 就要去思维人生难得呀 死亡无常啊 菩提心啊 出离心啊 蛮茶路呀 等等 都这些都是这个思维啊 如果不思维的话 这些是没有办法修 不思维怎么样去修出离心 怎么样去去菩提心呢 这个是需要思维的阶段啊 这个是需要思维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不要有思维 不要有思维 不能有思维的这个阶段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这个参丁的这个阶段啊 这个是当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外加心 内加心全部修完了以后 然后就是两三年的时间啊 就修这个这个产丁 这个是第二个阶段 这个是没有没有这个啊 它是没有那个年头的啊 它没有年头 然后第三个这个阶段是什么 第三个阶段是刚才我们讲的啊 那个只有三个这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啊 那心里面不但是没有年头啊 而且就有知灰了 那中间的这个阶段呢 它没有年头啊 没有年头 但是也没有知灰啊 没有年头也没有知灰 好 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 就有有这个啊 有有知灰啊 这个也有一个过程啊 这个过程是相当重要 如果我们就开始的时候就说啊 修心的时候就是不能啊 不能有年头就不能有这个啊 仪式 所以我们要去修知灰这样子的话 那就这个是不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有过程 那所以需要一定要需要先修家心 嗯 家心修完了以后就去修 修这个禅丁 那禅丁修完了以后呢 然后再去修这个空心 这个整个这个修法的过程都是这样子 嗯 很多很多这样子 很多修禅丁的就修禅丁的人 就刚开始的时候就心里面不去想任何事情 静下来去修禅丁啊 这种修法就是像像流珠灰冷这样子的根基的人 这个是肯定是很有用了啊 就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不就去就直接就去修这个啊 没有年头的这这这这这一这个阶段啊 那前面的这个过程啊前面的这个阶段啊 全部就超越啊 越过了以后直接到后面最后一个阶段去修的话 这个像六珠灰冷大师这样子的人啊 他们是他们是他们会成功的啊 因为他们的根基啊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在这个直欠的这些呃 呃像嘉兴啊这些修法没有的话也没有没有问题了 那那像我们这样子普通人的话 这样子修就一定会失败的嗯 一定会失败 最好修行再好的话 也就只能修到一些餐厅嗯 只能修到一些餐厅嗯 然后再也没有办法进去了啊 那为什么呢啊 因为我们政务空性的条件啊不具备嗯 不具备所以第三个阶段是进不去的 第三个阶段进不去 这个时候呢啊就很多人就就啊 很多人都会就啊 很多人都会这个这个时候就会推势啊 呃但是但是但是如果修到餐厅的话 都一定是很不错了啊 还没有修到餐厅的时候就会推势的啊 就搭餐器也好啊 或者是在自己家里边修也好啊 先不修处理心菩提心什么都不修 嗯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心里面 什么也不像这样子安静下来的话啊 两种情况啊 如果好那就是就能够修到一些时间的 禅定啊就是这个是最理想的这个啊 最理想的话呢就是这样子嗯如果不好的话那是什么样子 不好的话那就是呃没有修到任何这个智慧 呃没有修到任何智慧 然后呃也没有听法也没有出力心菩提心啊 啊念佛教的这些基本的这些常识也不动啊 啊呃最最基础的这些出力心跟菩提心都不具备啊 啊最后就是啊就没有得到任何啊跟解脱油管的东西啊就不好的话呢 那就是这种状态了那所以我们虽然要这个呃以这个值啊不能以时修行尤其是修行的时候后期的时候才是这样子啊前期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子就是就是啊以独共独啊就是这种道理我们就是用年头来这个淫浮念头啊用念头来这个呃断出年 但是这个端出怎么样端出呢啊啊不是没有办法这样子直接去端出啊就要通过这种这种处理心菩提心等等的这个方法积累资量啊积累资量积累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会会证悟空性的嗯会证悟空性的会开悟的嗯开悟和没有开悟这个就是要只有自己才知道嗯自己知道啊 啊其他人就是这个很很很难啊只有自己知道啊啊静下来的时候呢如果自己非常清楚的能够确定啊确定啊感受到感觉到心的是空性的话那这个就是可以说这个叫做真误嗯这个是这个是什么真误啊谁的真误这个是为师宗的真误中观的真误还是大圆满的真误那一个交牌的真误这个先不重要了 这个就是真误已经误了如果还没有这样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就是根本就不是任何任何交牌的真误那根本就没有任何真误了啊所以以后以后呢啊就我们就是不用去啊不需要去这个不不不要把这个真误这些东西啊就当成一个很神秘的啊 就是自己可以知道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叫做这个叫做这个真误啊嘉心一切都秀完了以后呢真误了啊真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能做得到能够这个时候能做得到啊 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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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就是没有办法做不到的啊这个这个之前就是没有办法做做不到的没有办法的啊根本没有智慧啊我们以什么智慧呢啊啊我们的心里面就虽然是有如来藏但是他不起任何作用的 嗯他是所有人啊他不起任何作用啊那他不起作用啊那他不起作用的话那我们哪来的这个智慧呢啊智慧在哪里呢我们的这个啊八十啊我们现在这个无云当中的这个蛇云啊只有八十八十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智慧 啊全都是实不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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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知的话那怎么样去这个移之呢啊啊移之怎么样去移之嗯没有办法移之了嗯所以这个就是说修行的最后的阶段啊就要移之啊不能移世嗯如果最后的时候我们还是这个移时的话那就这个修行就会失败的嗯 最后修行的最后的都是念头啊最后的还是都是念头的话这就是说明啊没有真无了嗯没有真无了都是念头啊那这个念头再修也好这个就是只能像出离心啊菩提心这样子的话他能够能够这个成为一个啊他虽然是对这个解脱能够起到这个决定性的作用嗯但是呢他也不能 甚至光靠这个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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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直会嗯这个叫做啊移之嗯修行的时候就是要移之嗯嗯念头为什么不一不能移之呢因为念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念头里面 啊想的啊想的啊都是不对的啊都是错误的观点都是错误嗯嗯嗯从世修地的角度去观察的话这个我们的念头当中啊当然也有没有错的啊当然也有准确的这个念头像正直正见呢都是念头但是这个叫做正直正见那有有有有准确的嗯嗯嗯但是从这个直会从 从佛的这个 这个境界来讲的话 这些都是错误的 那我们的修行 永远都不离开错误的观念的话 能不能得解脱呢 就不能得解脱了 不能得解脱 只能得到一些人天的福报 只能得到人天福报 是没有办法 这个 没有办法成就 所以最后是要 愿力念头 愿力念头 要脱离这个念头 脱离念头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念头 没有的话 怎么样去脱离呢 没有脱离的方法了 没有脱离的方法 没有念头 就是没有脱离的方法 这个说脱离就能脱离 这个不可能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就有如来藏 都有如来藏 但是在如来藏的外面 有一层厚厚的仪式 烦恼 那怎么样把外层的仪式 把它取掉 里面的如来藏 让它显现出来呢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首先是还是要靠念头 首先是靠念头 最后它念头 所有的念头 这个脱离 脱离了以后呢 最后就是 这就是知会 修行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但是 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去想 那个时候就不要去想 就脱离念头 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开始修行的时候 我们先什么也不要去修 先修出离心 然后就去修菩提心 出离心跟菩提心 都达到它的这个要求 或者是标准的时候 然后就修这个 家庭里面的这个 剩下来的其他的几个 金刚萨多等这个 其他的修法 修完了以后呢 这些都修完了 全部都修完了以后 在这个中间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阶段 是修餐厅的阶段 这些都是念头 包括禅定都是念头了 处理心跟这个 世俗菩提心 当然是念头 当然是实 不是直 包括禅定都是 包括禅定都是实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了 直接去不一实 一致 但是这个我们只有这样子 逐步逐步才能够 达得到这个要求 这个如果没有这种方法的话 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加薪是非常重要 加薪的重要性 我们都已经讲了十五年了 但是你们现在修加薪 现在大家都在开始修了 开始修 但是修的这个质量不是很 这个数量不是很重要了 数量需不需要达到这个要求呢 还是要达到这个要求 但是这个不是很 这个不是很关键了 最关键的就是要这个质量上面 这一次修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质量要达到这个标准 没有达到标准的话 那往下修也没有太大的这个作用 没有太大意义 如果修的话修完了以后回头再修 加薪时不是修一次 不是修两次 以前的这些上师们 他们都就修加薪一生当中 都修很多次 十遍二十遍 修这么多的加薪 这个加薪修的越好 对我们的证悟就是越有帮助 证悟了就越有对我们的这个脱离 这个念头或者是不一事就有帮助 所以先就依靠这个念头这样子修 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证悟了 证悟以后呢就再不需要这个念头了 但是呢这个念头还是一直都跟着我们 直到成佛的那一天 他就是彻底的就再也不会跟着了 再也不会跟到这个之前 这个念头啊还是一定一定会有的 到七遍的时候还有一些 细微的这个执着 细微的我执 其他的执着当然有了 我执都有这个时候 八遍的时候呢已经没有我执了 没有没有我执 人我执就没有 但是有发我执 发我执也是念头 十遍的时候呢 那什么样的这个执着都没有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这个成佛 这叫做这个叫做 以以止不以时 这个很重要啊 我们修行的时候是非常重要 我今天讲的这些 里面呢也讲了一些一个 在这个中间就是穿插了一些 具体的这个修法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些 这个其实这个我以前不是没有讲了 也讲了刚才这个 这个侨诀派的这个 分别的这个方法 很很很很很关键 很重要 这些也许不是 不是我们这样子的地方 就是随便讲的话 这些 我们大家都是对佛 很有很有这个信心 对因果很有信心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我们虽然是说大家都有灌顶 大家都有灌顶 但是我们的很多灌顶 也许是不是很标准的灌顶 那也许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也许这些话 不是这样子随便说的 但是呢 说这样子的话的机会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经常都有的 这个还是要 该说的时候还是要说了 说了以后呢 那以后修行的时候都都会有又有一些这个帮助了 大家都有帮助 如果你们自己去看书的话 书里面也会有 也会有 但是他不是这么直接的讲 书里面不会这样直接 很直接的讲 但是对一个对一个修行人来说 这个就是文思这一块就是不是很难了 这个但是对我们来说文思也是很难 到了这个就是这个最关键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修行的难 修行的难题啊 比如说我们就文思方面 我们要考试要教卷的话 这个不是很难 修行就是到了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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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关键问题上面 这个能够真正分得出来 这个是很很很很难了 这个很难 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所有修行人来说 是很重要了 所以我讲了 那讲的话 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一种宪宗里面的一个 一个这个修法 宪宗里面也不是没有这样子讲 也可以这样子讲 也可以说 这是一种这个密法里面的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修法 都可以说 在在在在某些问题上面呢 宪宗和密宗是分不开的 这个分不清楚的 两个都在这样子讲 所以我想这样子讲的话 也没有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这宪宗里面呢 也许也有些时候就会这样子讲 这个中间的这个分别的方法是很重要了 那理论牌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分别的方法 这些我们不讲了 这个理论上的这些很多的就不需要讲了 这理论上的 如果你们以后有机会看这个七宝藏的话 那就是七宝藏里面呢 就讲很多这方面的 就非常非常多 但是他虽然七宝藏虽然是大圆满的 但是他是大圆满的理论 他大圆满也要分理论跟这个窍诀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窍诀里面呢 就是窍诀里面讲的都是 跟这个理论上讲的是不一样的 那理论上讲的也没有错 当然没有错 理论 因为这个是理论 道理 这个是没有错 但是呢 他就是总是不是很这个 很实际的 理论上的都是这样子 他是没有错 讲的很广 听起来 这个很好听的 听起来就是很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 要 要 要这个 要具体 就是修行的时候 要把它这个实用的话 那就是还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这个 有些时候用不上的时候 那这个窍诀派的 他的这种方法呢 他不会讲很多的这个 道理 他也不会举很多例子 也不会叫 就叫正 例正 不会那么多 因为窍诀 窍诀是在这些当中 体验出来的 所以他讲的很简单 讲的很简单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真正的感觉到的 就感受到的 就是这些了 理论 这是 这是一个 一种理论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 比较重要了 你们以后修行的时候 也是 也是 就 用自己的 这个 这个 第一个 我们自己去分析 分析的是什么 首先是我自己要有一点点干熟才可以 根本没有干熟 我去分析什么 那我就是有一点干熟大作的时候 我有一点点干熟的话 那就是 这个 分别的这个尺寸 这个表准的这个衡量的尺寸 就是在自己手里面了 那我就是用这个尺度去量 我这个是不是证悟了 这样子可以的 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我这个讲的是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 显宗 比如说 显宗里面的像 大乘如龙切金 应该是像龙切金里面讲的 我觉得应该是 这种修法 弥法你们肯定觉得这个上面还有更了不起的 但是这个你们就 就以后把这些加薪啊 然后全部 完了以后呢 去 去去去有些人已经听过了 就 你们那个时候去去听听啊 大收音里面呢 有没有还有什么其他的呀 大圆满里面呢 有没有还有其他的 更 更这个 神的 更广的 那就是空性上面呢 就是如果过不了这个广的话 那就是所有都是没有用的 大圆满里面 当然有讲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 但是空性的这个 这个 从空 就是空性的这 从从这个空性的这一部分的话 那就是要过这个观 这个观过不了的话 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了 所以 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证悟了空性 证悟空性以后呢 还要修 还要修 如果不修的话 这个我们还是不能空 还是不能控制烦恼 比如说 今天我证悟了 证悟的这个感觉非常好 很不错了 大做的时候 但是我出来的时候呢 是不是一下子 所有的探秤池都没有了呢 不是 不是 还是有这个探秤池 都有 都有 甚至这个我证悟的这个这个境界呀 如果国际天呢 甚至他自己都有可能消失了 不存在了 原来我怎么样证悟 我现在都就不知道 就去照都照不回来 连这样他本身他自己都有可能会消失的 这些都有的 所以还是要修 这个证悟了以后还是要修 你们不能说 为什么这个证悟的人还有烦恼呢 也不能这样子说 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发了菩提心 如果如果有一个人今天呢 发了世俗菩提心 就心里面就是生气了这个正式不为的这个菩提心 生气来了 但是他会不会从明天就是不会心里面不会产生任何的这个自私心 那也不是 还是会有的 为什么有呢 因为这些都有过程 都有过程要逐渐逐渐逐步的修行的话 这个修行他要培养 他要成长 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烦恼会减少 虽然烦恼在减少 但是这是减少而已 不是没有了 这是烦恼在减少 不等于烦恼没有了 证悟的智慧在成长 这个也在成长 在发展 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这个也不等于是这个 不等于是这个成佛 所以这些都是 都是有过程的 这个是很失机的 所有修行的时候呢 我们的阎光 就是要放愿一点 不能断了 包括因果也是这样 我们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 我今天就是就生病了 或者是有什么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呢 立即就去年级呢 做一些山事 七天八天当中 没有看到效果的话 我就觉得 这个没有效果 或者是这个 没有给我好好念 或者是这个衣柜有问题 等等 我们的眼光就是这么断 修行的时候啊 所有都是这么断 所以这是不对的 大乘 学大乘佛法的人 就是要有长远的计划 要有长远的计划 要有长远的阎光 有阎光的人 有长远计划的人 才能够成佛 就是看延迁的 就延迁如果 有一点利益的话 就很满足了 没有的话 立即这个失望的这种人 永远都不适合 修大乘佛法了 大乘佛法要度化 这么多终生 要这个 要要要成佛 这些都是 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 所以 修大乘佛法的人 必须要有这个 必须要有这个 长远的这个 这个 阎光的人 有勇气的人 才能够修得上去 其他的就 就没有 其他的就没有希望了 所以我们 这个 都是要 去接受这些观点 像培养处理心 菩提心 都是一种训练 我们还没有学佛的时候 没有处理心 也没有这个菩提心 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但是这个是可以训练 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训练的 修行 其实也是一种 心灵的训练 训练 这个可以训练的 训练了以后 人的这个心 可以训练的 训练了以后 他训练到什么样的程度 训练到 原来是一个 非常知识的人 但是训练了以后 他以后就是 根本没有这个知识心 一切都是为终生着想的 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人 但是这个能不能变成这样子的人 这个一切都是要靠自己了 如果我去努力的话 我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人 我不去努力的话 我不会变成这样子的人 大家都要这个想好 希望做什么样的人 如果想做这个大乘修行人的话 那就是要训练 要有成员的计划 这个计划 虽然是密法里面讲 即生成佛 我们都希望即生成佛 但是像我们这样子的人 这个可能性很小 但是即生不成佛没有问题了 还有 还有第20第30 都没有问题了 这个第20第30 这么几百年的时间 在整个这个生命轮回的这个离世来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渺小的时间 这个当中不成佛是没问题的 实际上也不可能那么 像普通的人都是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 不可能那么快 但是还是要有这个比较 比较这个长远的计划 往这个方面 这个无论怎么样都要走 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 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佛教里面 就是讲这个引法力 这个行本身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力量 行理学里面也在讲这个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这个勇气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勇气的人就做不成 任何事情做不成 连事件的这些事情都做不成 所以这个今天成佛 我们认为就今天我 发菩提心 就是要寄生成佛了 要明年成佛了 今天发了菩提心 明天就把所有的这个自私心 要就没有了 如果还是有自私心的话 我不发菩提心 这样子的话 这种人就是永远就做不出 任何就伟大的事情 做不出任何就是这方面 所以这个都要都要 就要看愿一点 因果也是这样子 因果都有都有 有这个国宝 但是这些国宝也不是这么快 比如说我们生病了 去念经 因为三宝的这个加持 僧众加持 不可思议 也许当时有这个 有这个效果 但是呢 这个从英国的角度来说 也许不是那么快了 所以都是有一定的这个过程 我们就是要有成员的计划 这个计划指定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往这个方面走 这个是很重要 早期的时候 这个计划的前期 还是要有这个念头 后期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以止不一事 就是这样子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 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 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 一颗感恩的心 从乡村到城市打工的大刚 已经快一个月 没找到工作了 他身上的钱 已经花得差不多 囊中羞涩的他 不敢租房 只能找个僻静的巷子过夜 钱都快花完了 再找不到工作的话 真的很难生活下去 这狗怎么叫得这么惊慌 莫非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说着便起身朝狗叫的方向走去 在一个巷路里 一位歹徒正拿着匕首 对着王老板 哼 就这么点钱 把你的手表摘下来给我 行行 只要你别伤害我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拿来 这只狗真是太吵了 我先要了它的命 快来人呐 有人抢劫啊 小子 没你的事 你给我走开 让我看到了就是我的事 行 臭小子 你给我等着 站住 你别想逃跑 年轻人 不要追了 可是 他抢走了你的东西啊 钱是身外之物 只要人没事就行 钱可以再赚嘛 赚钱哪有那么容易啊 当然 或许赚钱对你来说 是容易一些 听你的语气 赚钱对你来说 似乎挺难的 是啊 我已经快一个月没找到工作了 要不我也不知沦落到 在巷子里过夜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是这样啊 年轻人 我看你去我那里工作吧 包吃包住的 只是工作累一点 包吃住 对的 只要有吃有住我就很满意的 谢谢你 但不知道是什么工作呢 我是做建筑的 怎么样 要不要来呢 如果愿意的话 现在就跟我走 愿意 愿意 我这就拿着东西跟你走 老板 你的这只狗真是可爱啊 一路上它一直蹭我 害得我有好几次 差点快被它绊倒呢 阿渡可是一只德国狼犬 等它长大以后可凶猛啊 我养它是为了以后看守工地的 是吗 很难想象这家伙长大以后会多凶哦 等它再大一点你就知道了 这家伙可厉害着呢 就这样 大刚跟随着王老板来到了建筑工地 做起了建筑工 然而几个月后 大刚不小心从大楼上摔了下来 把一只腿给摔断了 休养了一个多月 才能一拳一拐地下地行走 此时已经接近春节了 昨天我刚领到这一年的红利奖金 明天就可以买车票回家了 是啊 快过年了 我妈昨天还打电话问我 什么时候回家呢 明天我给她老人家买点年货 也要赶回去 坐在床上的大刚听着他们的谈话 脑海里浮现出自己离家时的情景 大刚啊 钱挣多挣少不要紧 千万别累坏了身体啊 妈 你就放心吧 我身体好着呢 大刚 你这一走 什么时候会回来啊 年前肯定回来 妈 我会带着年货回来 陪你过年的 带不带年货无所谓 但你可一定要回来过年啊 妈 你就放心吧 我肯定回来陪你过年 我妈现在一定在家里等我回去过年的 对啊 大刚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我还没领到工钱呢 什么 你的工钱还没领到 那你赶快去找王老板要啊 就是啊 刚才我路过王老板住的房子 他刚回来 你现在过去 正是时候 对 我得去要工钱 领了之后 好买些年货回家 陪母亲过年 大刚一瘸一拐地来到了王老板家 当他敲响院门后 院子里传来了一阵狗叫 过了一会儿 门开了 王老板还没走出门 那一只凶猛的大狗却快速窜了出来 一下子把大刚扑倒在地 王老板站在门口也不阻拦 他抱着双手站在那里看着 而那只大狗看到是大刚后 凶狠的表情 一下子变得和善了起来 哎哟 阿都 你总算认出我来了 刚才你可真凶啊 吓坏我了 大刚 你来这里做什么 王老板 我是来要工钱的 你能不能 不能 你还有脸来要钱 你知不知道 你住院的那段时间 我给你花了好几万元的医药费 你现在还敢来要钱 可是我这腿 是在给你打工的时候摔断的 你说什么 你还想赖我不成 你那是自己不小心 从大路上摔下来的 你的工钱 交给医院都不够 现在还敢来跟我要薪水 可是王老板 你看我现在的样子 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这让我怎么回家过年呢 那我不管 你目前也无法工作 多花的医药费 我也不跟你要了 从现在开始 我俩谁也不见谁 以后你就别来找我了 阿都 进来 他转身走进院子 阿都看了大刚一眼 最终还是跟着王老板 走回了院子 王老板的院门 一下子关上了 大刚看着紧闭的大门 只感觉身体一软 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这可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啊 我的腿瘸了 钱也没赚到 这让我如何回家 陪母亲过年啊 这个大刚 腿都断了 还赶来要工钱 想都别想 好香的味道 阿都 这是给我的吗 我肚子正饿着呢 阿都 真是太感谢你了 说着 他取下那盛着饼的袋子 然后拿起一块 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而阿都 则摇着尾巴 在一旁看着 来 阿都 给你一块 我们一起吃 就在这时候 王老板家的院门 一下子打开了 王老板手里 拿着一根棍子 然后愤怒地 看着阿都 我说刚买的饼 怎么没了 原来是你这个 吃里爬外的东西 给偷走了 哼 你这个畜生 我养你有什么用 他一棍子 打在了阿都的身上 阿都惨叫一声 面对愤怒的主人 挨了一棍子的阿都 并没有逃跑 只是委屈地 在原地哼叫着 你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今天 我非打死你不可 王老板 别打了 你这样会打死他的 我打的是自己的狗 不关你的事 王老板 好歹它也是个生命啊 求你放过它吧 你走开 它是我的狗 我想怎么处置 就随我的心意 王老板 你看这样吧 既然你想要他的命 不如把它送给我吧 就用他来替代我 这段时间的工钱好了 你是说 我把阿都给你 你就不会再来 跟我要工钱了 是的 没错 好吧 那是你的了 以后 你们就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阿都 别怕 没事了 走 我们回家 大哥 这只狗才值几个钱啊 你竟然用它来 抵了自己的工资 是啊 大哥 你没有钱 要怎么回家过年啊 可是如果我不要阿都的话 王老板说不定 真的会将它打死啊 这个王老板 心也太狠了 当初你还救过它呢 可不是吗 它都不如阿都 阿都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可是它却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 算了 不说了 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明天 你们还得坐车回家过年呢 就在大家熟睡的时候 一个小偷悄悄地溜了进来 工人们累了一天 都睡得很熟 根本没有察觉有人闯进来 小偷偷摸摸地来到工人床边 然后悄悄地打开了它放在柜子的包 并从里面掏出一个信封 打开信封 里面是厚厚的一叠钞票 哈哈 我的情报果然准确 他们真的刚刚发红利奖金 嘿嘿 今天我发财了 什么声音呢 接着它急忙寻声望去 只见一只大狗正凶狠地盯着自己 阿都看着小偷突然汪汪大叫了起来 然后一下子将小偷扑倒在地 阿都的叫声很快便将熟睡的众人吵醒 小偷快抓小偷啊 那是我的红利奖金 可恶的小偷竟然偷我一年的血汗钱 众人一起将小偷按住 多亏有阿都 否则我们的钱都会被他偷走 赶快报警 各位大哥 饶了我吧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想让我们放过你 别做梦了 很快 远景便赶过来 他们带走了这个小偷 经过审讯 发现他竟然是一个通缉犯 由于工人们抓捕有工 政府奖励了他们一笔钱 大哥 这些钱都给你 这都是你的功劳 小偷是大家一起抓的 这些钱怎么能由我一个人领走呢 大哥 你就拿着吧 如果不是你把阿都带回来的话 我们不但得不到这些钱 就连自己一年的红利奖金 也会被偷走的 是啊大哥 你就拿着吧 嗯 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对我这么好 阿都 也谢谢你